前舉重選手兩屆奧運金牌得主許淑靜 違反國際禁藥規定風波持續延燒 按照中華奧會所公布的相關日程 體育署以及許淑靜本人在去年1月底時 就已經知道違反禁藥規定事項 而許淑靜在去年6月宣布退休後 便轉任國家隊教練 此舉明顯違反了國際反禁藥組織挖大 以及中華奧會違規使用運動禁藥處理 以及處罰作業要點第11條規定 與此體育署明顯無論對內對外都有相當嚴重的溝通問題 按照中華奧會所公布日程 許淑靜在去年1月底時便已遭到強制禁賽 並在3月以及5月時就確定遭到禁賽3年處分 但直到6月許淑靜宣告退休之前 他都仍是國家培訓隊的成員 這除了是體育署必須檢討的地方之外 期間許淑靜享有的相關資源 資金以及他擔任國家隊教練之薪資 是否應該追討 體育署表示最晚在4月15號之前便會給予答案 剛才大家所知的他確實在去年他宣布退休之前 因為依照程序實際上來講 中華會開的金藥文會一定會請他來做說明 說明完之後判決結果也會告知他本人 假設最後判決結果他也都知道了 許淑靜用藥風波已打擊臺灣在國際運動賽場執行上 對於推薦中心也好 包括體育署也好 這樣來做的話 如果依照這個規定不符合的話 確實是應該要去處理他了 說我們兩週之內 我們會請中心一起來 對於這些事件 這些事情然後做一個討論 許淑靜用藥風波已打擊臺灣在國際運動賽場執行上 對於體育署以及運動員的社會觀感也有所影響 亡羊捕撈 為時未晚 體育署必須儘快給予社會大眾一個完整的交代 才能將傷害降至最低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